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啊,咱们停更了一天,为什么?它得是个段落,不是吗? 咱也得证明一下啊,咱们这个大小金川之战的一打金川,有个头 随着这个大顾扎沙罗奔,跑到青营当中是磕头起降 咱们这仗啊,算是打完了,可是这仗虽然打完了,但这事儿没完 今天啊,咱们就说说这打完仗之后的事儿 可是啊,在聊今天这话题之前呢,我还有个事儿啊,得跟您各位征求一些意见 什么意见啊?因为啊,这大小金川之战啊,咱们指的是这一次大小金川之战 这虽然是啊,这乾隆皇帝实选武功当中的第一大武功 但是啊,紧挨着他的,那并不是二打金川 所以说呢,是接着讲金川呢,咱们还是捋着班的往下来啊 我可就为难了,还得您呢,帮我拿个主意 那这十权武功啊,都是什么武功,哎,都发生在什么年代 我在这儿啊,就有必要跟您磨叨一下 这乾隆皇帝之所以被称为十权老人 那就是因为啊,他觉着自己啊,有十大武功 这十大武功啊,后人呢,称呼为十权武功 咱们在开篇书的时候就聊过了 其实到了后来啊,这慈禧太后 觉得这大清国啊,这日子是越过越不济 他就有点烦啊,这乾隆老皇帝啊 把这个自己这个十权武功称为十权 因为越圆则亏,越满则亏嘛 所以说后来在宫里啊,哎,都是称这个十权武功为十大武功 当然了,咱们呀,还是得按着这历史书上的台本来 咱们多数情况呢,还要称呼他为十权武功 那么这十权武功第一件就是1747年到1749年的时候 平定大小金川之战 也就是之前啊,咱们讲的这份 这第二功呢,就是1755年平定准盖尔达瓦奇布之战 这第三功啊,就是1755年到1757年平定准盖尔的阿末尔萨纳之战 哎,第四功就是1758年平定南疆的大小合作叛乱 其实这平定大小合作叛乱呢,咱也不陌生 咱们再讲这个乾隆皇帝嫔妃啊,讲这个香妃的时候 没少提了,哎,就是因为这一战 这大将军赵慧啊,还从这西域给这乾隆皇帝划来一位妃子 这妃子是谁呀,这妃子呀,就是传说中的香妃 实际上啊,在宫里啊,他叫做荣飞 1762年到1769年,这乾隆皇帝又征战了缅甸 这算是他十全武功当中的第五 这十全武功当中的第六是什么呀 是1771年到1776年,这回啊,二大金川了 就是再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战 这第七功啊,是我最期待的 就是平定台湾李爽文叛乱 这是1786年到1788年 有很多人说啊,这平定台湾李爽文叛乱啊 是强加进这十全武功的 可是啊,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场平叛之战呢,意义非常之不同 虽然呢,派了众臣大将 以及大规模的清军跨海征南 去平定一个小规模的叛乱 但是啊,有故事可以讲 背后啊,有玩意儿可以深挖 这次平叛呢,算是这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之期 这十大武功之八呢,是1788年到1789年的安南之役 这安南是哪啊?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一个弹丸小弟啊,一天到晚的和咱们这个朝廷找麻烦 这十全武功的第九功啊,那就是1790年平定库尔喀的战争 平定库尔喀呀,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实际上,这库尔喀是什么呀?这库尔喀呀 说的是当年尼泊尔的沙王朝政权 您要说这安南呢,他是弹丸小弟 这沙王朝啊,当年在我心里看呢,连个弹他都不是 可是那句话说的好啊,这古今一礼 这领土问题,这哪有小事啊? 1790年的时候啊,是第一次平定库尔喀 到了这个1792年啊,是再次平定库尔喀 这就是这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第九和第十功 咱们把这个十大武功啊,交代一下啊 不算是啰嗦,以后您听书我也能听个明白不是? 您瞧啊,这个我呢,他不是个专业说书的 哎,您听书呢,您听个乐,我看书也是看个乐 所以您听着呢,我就边给您查资料,边给您说 咱们呀,尽量不跑梁子,我给您这照本宣科 但是啊,有这么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就这十全武功这书啊,他没有稻子活 也就是说啊,这老先生啊,他也没说过这种书 所以说呢,咱们还只能够依附这个正史 那正史啊,无非就是起居住啊,青石路啊,青石稿 其他的野石笔记呢,咱们作为参考 反正哪热闹,咱们说哪吧 尽量呢,突出主线,少加故事 即便有故事啊,咱们也得让他的合情合理 按照这主线发展来 所以说啊,这有可能啊,薛薇他们的欠点精彩 哎,哪天啊,您要觉得这两段书听着不过瘾了呀 哎,您跟我说,咱们再详加改进 这嘞,都是老听户了,我知道您对我呀,多少的有个担待 那既然是这样呢,咱们就闲言手续 咱们接着聊这乾隆皇帝一打金川以后的事儿 咱们不是早就说过吗 咱们要交代交代呀,打金川的这些人 哎,不管是功臣也好啊,是这个罪人也罢 咱们得把他的结果去向跟大伙交代明白了 那要是这么说呀,那咱们第一位就得先说说 这一打金川最大的获利者,哎,谁呀 乾隆皇帝 实际上啊,这一打金川呢,它并不是一个好时候 怎么说呢,您啊,算上这个上下战队之战 哎,也就是乾隆十一年吧 一直到这个乾隆十四年 二月份的这个复衡啊,得胜还精 这段时间呀,这乾隆皇帝他们家可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里边发生什么大事呢 也就是说呀,在乾隆十三年的年初啊 这乾隆皇帝的白月光,她的孝贤皇后崩世了 这孝贤皇后崩世之后啊 都说这乾隆皇帝至此啊,就得上了失心疯 对这个朝里朝外的朝政啊 哎,有的时候啊,朝令夕改 对这些大小的官员啊,只要你犯了错 她就捏住不放 实际上啊,咱们在讲后妃的时候 我就说过,乾隆皇帝这样做呀 看似是当时啊,失心疯了 因为这个皇后娘娘的崩世伤心过度 所以啊,才乱了阵脚,乱了方寸 但是呢,当时我就跟大伙说呀 绝不是这么简单 这乾隆皇帝借此啊,想整顿立志 那才是真的 这完全呀,是帝王术在这个皇帝的可空范围之内 您看啊,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 这雍正年,雍正皇帝啊 对待这些官员啊,非常的科研 有很多这个朝臣呢 包括这个外放官员 对朝廷,对皇帝都有意见 为什么呢?您像啊,这火号归功啊 什么养联银啊 什么这个官身议体,纳粮议体当差呀 这都是针对师大夫接机的 也就是说这雍正皇帝推行这些新政 对这些官员都是有商级的 这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啊 就立刻在这些方面对他们有些宽松 一下子呢,让这个整个帝国的这个文武官员 以及师大夫接机的 哎,虚微的松了一口气 也将这些人又有了给朝廷玩命干活的干劲 可是您记想吧 这雍正皇帝当年这些新政啊 那是好是不好啊 哎,那肯定是好 可现在一句时髦话讲啊 那叫先进的 所以说啊,到了乾隆十三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觉得你们这些官员啊 松回的已经够了 我呀,该给你们锦两扣了 所以就才借着这个孝贤皇后崩氏这个茬啊 对这些官员呢 刻言了一些该逞逞啊 该查查 可是您看了吗 就在这段时间啊 这金川前线的战事起来了 这乾隆皇帝可是一点没乱 该讲的讲啊 是该罚的罚 从这宏观角度上来看呢 一开始的时候 重用了这张广四和乐钦呢 也不是皇上的毛病 张广四啊 可谓是在乾隆初年啊 乾隆皇帝在这个西南战场上 唯一的可用武将 至于这乐钦呢 那就更简单了 这乾隆皇帝想培养自己的心腹 他想让自己的这些心腹爱臣呢 上马能鸡狂呼 下马可知天下 所以呢 他就想啊把这乐钦放到前线去历练他 可是谁想到我这乐钦呢 多少有点烂泥扶不上墙 也可能啊 是这个乾隆皇帝没能够因材适用 这乐钦呢 可能就适合在中央做办公室 他不适合到前线去建真章去 还好啊 及时拨乱反正 最后呢 这富衡到了前线 一股作气才能收复了金川 那为什么说这乾隆皇帝是这场第一次金川之战最大的受益人呢 实际上这皇上啊 他一点也不糊涂 他把金川的目的很明确 他的主要目的啊 不在这个金川所在地的康藏地区 他的目的是更好的治理 现在西藏也就是魏藏地区 这康藏啊 是禁着个魏藏的咽喉要道 如果说呀 这条道路不疏通 那么在魏藏地区 那个大喇嘛控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呀 他就不依附你中央政府了 他那边怎么折腾 或者是啊 闹叛乱 或者是闹独立 你是干瞪眼 你管不着了就 哎 进不去呀 您就想去吧 就说这个后来的这乾隆皇帝的 十大武功 第九功和第十功啊 那是这乾隆皇帝的大清朝啊 和这个尼泊尔的沙王朝的战争 您想啊 哎 要是这个魏藏地区不安宁 你还想上尼泊尔平叛前 那不瞎说的吗 您连这个西藏林都进不去 刚才咱们说的 这都是民族融合的问题 还有啊 更直接的问题呢 什么问题啊 资源问题呢 这首先说吧 咱们最简单的说 这金川也得有金子呀 要不去 这沙罗奔就能豪横到一张嘴 就给这个钦差大臣附衡 一万两白银 外加一座和老大的金服 离这个金川地区不远 自宫地区产什么呀 哎 那可真是啊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银子呀 什么东西 盐 那是这个地区最大的盐产地 哎 西南极省的盐呢 全靠自宫供给 那这块呢 这牧民呢 还都有牧场 这牧场上出什么呀 牛羊马匹呀 咱先把这肉放放 咱们单说这马 穿马 颠马 是后来这清军呢 在战场上的主要负重工具 煤 铜 这些个资源呀 咱们就暂且不论了 因为这个煤呀 当地消化 哎 它只能服务于当地民众 往远了运呢 在那会儿啊 是不可能的 但是铜你得要啊 哎 你得不指它制制钱的吗 我这么一算呢 还有一项资源呢 现代人最容易忽略了 什么呀 森林资源 汪大了说 那金丝南木啊 哎 这北方部处 全得指着那边 皇上盖个宫殿呢 这中原修个庙宇啊 这南木挨哪来呀 那全从那边运 直到现在啊 都说这金丝南木 它绝了 实际上没有 那边还有 您要想水根金丝南 还得从四川往内地运 虽然呢 好像那个砍伐运输啊 使用都沾那么点灰色 哎 但是它确实就出在那边 再往细了说啊 这苍天的松柏大树啊 也得从那边放下来 这木牌子呀 从大渡河 金沙江 嘉林江 放到长江 再从长江顺水而下 到了这个江浙地区 再从运河返到北京 盖成了房子呀 修成了楼阁 您还别说皇上了 就是北京城普通的老百姓 您想使一副好的棺材板 那沙漠十三圆啊 也得从这云桂川过来 那说了湖广有没有啊 有啊 它没那么粗不是吗 哎 这说的是资源 这乾隆皇帝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这些个资源 躺在那不用 不为这个朝廷所用 您瞧哎 这大清国呀 它还是家天下 哎 朝廷是爱心觉罗的 这天下也是爱心觉罗的 所以咱们在这儿啊 不得不说 金川之战的胜利呀 这爱心觉罗 红利 乾隆爷 是第一 受益者 得嘞 这第一次金川之战 那人物质啊 咱们还得聊两天 哎 到了明儿啊 咱们就得讲讲 这第一次金川之战的 功臣们了 您呢 早些着 咱们明天 接着聊